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小伙伴大家好 上一讲我们提到大量的阅读文件是一个挺苦挺累的活 所以我们想要学习一些技巧 掌握一些规律来减轻我们的负担 其中的一个技巧就是分阶段的阅读 我把在科研工作中的文献阅读 大体上分为两个阶段 这两个阶段的目的不同 方法也不同 在文献阅读的第一个阶段 我们的主要目的是明确和细化研究目标 而我们的阅读方法主要是泛读 在形式上通常表现为由厚读到薄 在第二个阶段的阅读中 我们的研究目的主要是根据我们的具体的研究目标 或者根据我们写作的要求 在文献中收集可用的论据 而我们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精读 在形式上往往体现为我们的阅读是由薄到厚 一般来说在我们刚开始某一项研究课题的时候 特别是当我们的研究目标还没有完全明确的时候 我们多少会感到有些茫然 相关的文献往往看似耗如烟海 不知从何入手 在这一阶段我们的阅读往往需要非常广泛 所以我们要努力提高我们的阅读效率 提高阅读效率不仅仅在于要读得快 另外更重要的是要有选择的读 刚开始的时候去读一些相关的专业的课本 或者是一篇好的文献中书 可能对于我们选择要去阅读的论文会有很好的帮助 而在我们读论文的时候 我们往往先要读摘要 觉得有必要的时候再去读结论 然后是引言 觉得十分必要的时候才会去继续阅读文章的方法和结果 在这一阶段的阅读中 我们常常需要根据我们得到的心知 对于我们的具体的研究目标进行不断的修订和细化 从而使它能够和现有的文献更加符合 使得它未来可能的贡献能够更有力量 在这一阶段中我们的目光一定要放大 切记被一些低质量的论文或者一些不重要的细节牵着鼻子走 我们主要要关注于找寻我们研究目标的合理性和重要性 如果找不到就需要做适当的调整 在第一阶段的阅读结束时 我们应该有了更为明确和细化的研究目标 同时因为研究目标更明确了 我们也应该有能力对下一阶段要阅读的文献进行精选和排序 在第一阶段我们可能贩读了上百篇的论文 而最终发现只有十几篇和我们最终选定的研究目标密切相关 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精读 这也就是第一阶段的阅读由厚到薄的意思 在文献阅读的第二阶段 我们要开始根据我们选定的研究目标 对我们在第一阶段中精选出来的文献进行进一步的精读 这里精读的意思呢 不仅仅是在于要读的全读的细 更重要的是要带着目标去读 我们要去搜寻我们为了回答我们的研究问题 或者是为了论证我们的论点所需要的答案和证据 这需要我们能够挖掘出每篇文章可能深藏在背后的价值 我们不仅要读出作者明确写出来的东西 我们还要读出作者没有明确写出来的东西 比如某些前提和假设 我们要学会区分文献中的信息是观点还是事实 我们不仅要读作者的结论 有时候我们还要去看他的结果和数据 根据我们自己的判断做出我们自己的结论 这一阶段我们往往需要做大量的笔记 这也就是在第二阶段我们阅读往往要从薄到厚的意思 最后总结一下 在文献阅读的第一阶段 我们主要是去累积和我们的研究课题相关的 较为普遍的大问题的知识 同时我们去搜集可以进一步精读的素材 而在文献阅读的第二阶段 我们主要是去累积和我们具体的研究目标相关的知识 同时我们去搜集我们在写作过程中可以用到的具体素材 第一阶段结束的时候 我们的研究目标明确了 从而我们就更清楚下一步应该去读什么 第二阶段结束的时候 我们根据我们的研究目标找到了相关的论据 从而就更清楚下一步应该去写什么 在文献阅读的这两个阶段 每个阶段都可能需要有多次的循环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讲我会来谈一谈 在文献阅读过程中的三要和三不要 谢谢大家 这里 有明天 ICH